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校官 大家 早安 大家好 我是高雄酒地殊丹長河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中華民國 各位 中華民國還有沒有 中華民國 以你們上 從昨天 蛤 數字是沒有了 1949年10月1號 中華民國過國成立的時候 他就沒有了 但是他這個 中華民國在台灣 卻還存在 就是中華民國跟你們騙的 包括收藝的教育 受他的教育 然後跟你說中華民國還有 但是你離開台灣這些土地藝 在全世界是ROC是沒有這個日子 好 1949年10月1號 中華人民國過國成立的時候 抱歉 中華民國就已經沒有了 就是以前中華民國推翻滿清 現在不可能你又有說 還有滿清吧 對不對 還有滿清嗎 沒有了 一個朝代把一個朝代推翻的時候 那個朝代就已經沒有了 只是說 當時 在國共對戰以後 美國也打贏日本以後 他沒有地方跑 他就跑來台灣 走來台灣 走來台灣 流亡 今天重點 告訴大家 是中華民國已經沒有了 這就是問題 這張有看過嗎 你主張還怕你有看過嗎 沒有 這個1912年到1949年 中華民國 沒有了 194年沒有了 但沒有了 但是你們卻拿 中華民國的新聞證 對不對 那是假的 他不是國家 是流亡政府他不是國家 嗯 中華民國 但是 現在所有的公家機關啊 包括一些證書啊 他上面還寫 中華民國 對不對 還寫 比如說包括醫生 醫生那些職業證書 都還寫 中華民國 那不是很奇怪嗎 所以台灣人很多 包括受精的年輕人 今天很多年輕人 都已經會有 有一些錯亂 像你們 有的學生 或者是去出國比賽 他拿中華民國國旗 全世界覺得很奇怪 中華民國 沒有你還拿到國旗 就像奧運啦 中華台北 為什麼 台灣沒有人這樣想說 為什麼 會中華台北 沒有 你像年輕人有沒有 你們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中華台北 沒有想過 對 因為你們不會去想這一塊 對 為什麼是中華台北 全民 然後中間還有一段 他不跟你講的 中華民國流亡在台北 全力是台北 對不對 這個是美國公開的 這個新聞出來以後 也沒有什麼政治人物去炒 包括民進黨 他也不會去講 包括現在選舉 他也不講 現在只有一個洪秀柱在講 不能說中華民國沒有 很奇怪嗎 蛤 如果他承認的話 就是兩個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跟中華民國 對不對 那美國已經首度公開了 那台灣人 一些包括什麼團體啊 他絕對不講這些 為什麼民進黨也不講 因為 選舉 對 所以美國當時判決的時候 他說台灣人生活在政治戀儀中 政治戀儀就是選舉 給你們投票 然後你們去投票 你們投的票 是用中華民國身份證去投的 在全世界 在世界上是 比如說你承認中華民國 在台灣 因為選舉嘛 用人民的名義去投的 所以是你們 是台灣人 贊成 中華民國還在台灣 所以我為什麼 台灣不需要任聯合國 就是這樣 聯合國的會員 必須具有國家的身份 台灣或中華民國 對聯合國也 並不是一個國家 台灣喔 他說台灣跟中華民國喔 台灣還不是一個國家 中華民國也不是一個國家 這是美國講的喔 這是台式新聞 這個是好像2006、2007的新聞 這些新聞大部分都是 以MU長 2006開始控告以後 開始慢慢浮出來 美國在釋放這些訊息 因為MU長已經知道 台灣的法理論述了 美國軍事佔領台灣 你要加入聯合國會員 你一定要適合國家才能加入 所以那時候不是一直吵嗎 為什麼台灣不能加入聯合國什麼的 什麼都是美國在講 為什麼不在德國法國在講 一定要在美國在講 包括總統大選 選舉 上任 都要等美國總統的賀電 有沒有 比較老一輩 有在參加政治都知道 一定要等美國賀電 台灣人也不會去收 為什麼 我們的總統是我們選出來的 為什麼還要等人的統帝 我們在這裡有上任 他們在賀電 在這裡有上任 很奇怪 民進黨也不會跟你們說這裡 說這個內幕 台灣人也不會去收 就是一直看 政治今天一直看 中華呢 中華民國身份證 這個 沒有了 所以美國當時控告出來 他要求我們本土台灣人一定要有這個 本土台灣人的身份證 是這樣子來的 你拿他的身份證 沒有了 他已經沒有這個國家 你拿他的身份證 這是假的 身份證 身份是人權最基本的 你拿什麼 像美國他一定拿美國的身份證 日本拿日本的身份證 你不可能去拿別的國家或怎麼樣 但是台灣人 卻拿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講到這裡有沒有什麼問題各位 還有護照 你們出國還拿護照 中華民國 中國人 台灣 奇怪嗎 全世界好像很奇怪 綠色的 綠色的護照 好像默綠色的 是屬於主權未定 或者是流亡政府才拿著綠色 你像美國他們是黑色護照 有的是 暗紅色的 你們可以去查 所以在國際上 國際上它有一種 國際的規則 一種法則 你拿什麼護照 或者是什麼 一定是 不是說 你要什麼顏色 就怎麼顏色 這個如果你們有一些海關朋友 你可以去問看看 搞不好他們 應該他們不會跟你們講 墨綠色 你們有沒有想過說 為什麼有的護照很奇怪 它就是要什麼顏色 有的是什麼顏色 沒有 也有人跟我問我講說 自己改就好了 你可以改 藍色的 自己改紅色的 我說哪有可能 你出國以外 海關帶給你抓 假的 偽照 你過海關是國家大門 每一個國家都一樣 你要進出 它一定是要國際承認的文件 不能說你自己國家要怎麼改 你自己怎麼改 你嘴巴就放了 你那裡 對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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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是 對 對啊 對啊 綠色 主權未定國家 很明顯 我是傳言 我之前也是常在國外 都是一樣 你只要拿這本的 你幾乎都會被刁難 或者有的沒的 這一本 所以出國後都以這一本為主 如果你是拿 藍色或者紅色的 他就不會這樣子 國際上看台灣最準 但從台灣再看 台灣的話是不準 因為你們受的教育全部都是 中華民國幫你們教的 你像現在歷史課本 他要微調 歷史課該來該去 是這樣就是這樣 美國轟炸台灣 美國轟炸台灣就是 美國轟炸台灣而已 不是改來改去的 現在民政府 民主黨這個法理論述 他就是跟 告知台灣人 真正的台灣的法理地位 跟歷史真相 中華民國教你們的 全部都是假的 國際上從哪裡看出 中華民國 流亡在台北 這個 如果你是一個國家 你可以大大方方 你如果說中華民國是一個國家 你會知道 我就 中華民國 經濟化辦事處 如果你是國家 你用 大使館就好了 為什麼用辦事處 你看 每一個都是代表處 或經濟化辦事處 還有夠多 這個國際上 每一個國家 國一國之間一定是用大使館 為什麼 獨獨在台灣 出了 中華民國出去以後 都用台北 為什麼 想得到嗎 不是 流亡在台北 中華民國流亡在台北 他在國際上 他是中華民國 所以 台灣人到現在是沒有 國際承認的政府 美國在判決的時候 美國在判決的時候 現在世界上講的是 中華民國流亡在台北 台北代表處 這個國際上看最準 如果台灣是正名 就是國家的話 他可以大方用台灣 大使館 或中華民國大使館 為什麼說不用 用台北 講到這裡 各位可以 轉得過來嗎 對啊 這個講的都是事實 我只是把一些 我們法院說 簡單的 套用在現在 你一般台灣人 不會注意的細節上而已 有沒有人考慮過 一直 沒有一直思考過 中華台北 台北又 又不是中華民國 有的沒有的 好像錯亂 所以剛剛三一節課 那個潘宥謙 那個講師他有講 他就給你看一些影片 就說 台灣人一直在錯亂中 一直在錯亂 跳不出這框框 對啊 所以他才給你們 上一個課解讀 幫你解讀一下 這個棋子 是什麼棋 還有嗎 給你們猜 這個是總統府喔 馬一九就任 有沒有 給你們猜一下 這個有出報紙 自由時報有出 黨旗 對不對 不對 這個是蔣衛水在日本 日治時代的時候 台灣民眾黨的旗子 一個國家的總統府 總統府要就任 他就用這個旗子 來騙你們台灣人 這個不是中華民國旗喔 他整個那個台灣民眾黨 那個蔣衛水旗子還是 上青下紅中白日 沒有錯 你可以去Google一下 Google有 你就搜尋蔣衛水 他要死的時候 過世的時候 是蓋這個旗子 他要跟美國講說 他也是民政府啦 用這本土意思去 騙你們台灣人 所以一個總統 商人在總統府 居然是掛這個旗子 那很奇怪嘛 台灣人沒有去注意到 沒有齁 沒有齁 沒有注意到 這個自由時報有出 就出這個旗子 那個自由時報講說 是不像 你們有沒有印象 現在有一種錢幣 現在可以慢慢再回收了 上面有寫蔣衛水 有齁 有沒有 有 蔣衛水 小蔡可以麻煩一下蔣衛水的那個錢幣嗎 你Google搜尋一下好嗎 給你看一下 就大概那時候時期出來的 你們台灣人也不知道啊 就蔣衛水的錢幣 對不對也不知道 十塊吧 好像十塊的 十塊錢硬幣 現在慢慢好像再回收 收回來了 收回來了 嗯 這個 怎麼樣 這個就是了 這個 這個 有沒有 蔣衛水 如果以國民黨來講 它不可能讓這種錢幣流動在 為什麼突然用蔣衛水這個 對啊 它一定會用什麼蔣經國 或者是 一定中國思想方面的 中國的在用 不可能用這種的 去啊 有人有看過嗎 這個 沒有 你們記住看 現在還有 但是蠻少的 對啊 十元 所以中華民國他在台灣到現在 他還是在騙 尤其有像民主黨控告出來以後 他更 變本加厲 在一直在騙你們台灣人 因為 現在台灣人已經慢慢 像我們民政務來講 很多學員 包括半生 他已經知道中華民國 是假的了 所以他會越 用很多部署 包括 那個招式來騙你們台灣人 像選舉就好啦 現在繼續再選啦 好 謝謝 像世界各國流亡政府啊 他就會有一個 這個 簡稱 像波利斯倫敦 或者 Korea相害 一個流亡政府 他在流亡的時候 一次到一個城市 不是一個 一個國家的名字 你像現在最 現在聽得到就是 西藏流亡政府 他在印度的德蘭沙拉這個 這個地方 是一個城市 不可能說流亡在印度 這個你說 全力是台北有沒有 剛剛 弟弟講的 全力是台北有沒有 這是全民啦 Israel got women in 台北 是這樣子 那中華民國跟你講 全力是台北啊 所以 全力是台北是 國際上統稱 台灣的名字 中華民國 在中華台北 在中華台北 真正的名字叫 全力是台北有沒有 剛剛你講的 全力是台北 有沒有 是這樣子 而不能使用 全力是台灣 台灣是一個 我們一個 一個台灣的全部嘛 台北是一個地方嘛 所以 從國際上看 絕對 MU長的法律是百分之百正確 你像 民進黨 蔡英文 上次選舉 也有講啊 中華民國 確實就是 走路來台灣的 跑路來台灣的 流亡政府 在台灣統治六十幾年 後面被 國民黨一攻擊的時候 他就不敢講了 為什麼 為了選票 為了利益 對啊 還有這個 歐巴馬拒絕任何台獨主張 又是美國在講 又是美國在講 為什麼什麼都是美國在講 為什麼不能台獨 為什麼不能台獨 都有想得到嗎 為什麼不能台獨 對 還有咧 美國軍事佔領台灣 他佔領著 如果你要台獨可以 跟他戰爭 對啊 因為我佔領台灣 如果你要台獨可以啊 你要反擊而已 把我打 把我打敗掉 對啊 所以台灣的任何事情 都經過 美國 總統 在講 這個新聞 台獨 然後台獨就一直在講 台灣人要獨立什麼 什麼 如果通的話 台獨或民進黨 可以通的話 走到台獨了 對不對 你去世界上 去國際上 你去聲援 一定會過嘛 為什麼都不能過 如果真的是台灣可以獨立 早就獨立了 對不對 為什麼不能獨立 就是美國軍事佔領台灣 所以MU長的論述是完全正確的 今天跟各位報告的重點就是 把一些新聞 然後 灌在一些MU長的論述上 然後讓你們去 思考一下 為什麼台灣的新聞這樣爆的時候 台灣的一些高層 或政治人物 那有名的知名人 為什麼都不去炒作 很奇怪 台獨主張 嗯 麻煩一下那個 AIT辦美簽那個 我給各位看一個影片 替外頭排一排站 準備辦美簽 但有民眾投訴 金門人要去美國念書 簽證上的國籍 竟然要改成大陸 China才行 很多這個金門人啊 去申請美簽 要求被關上中國 我們覺得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美國在台協會 不能因為金門是福建省金門 就把金門當的是中國大陸 有民眾認為不合理 因為手上拿的 明明就是台灣護照 簽證申請表示 卻要更改國籍 美國在台協會也指出 因為電腦系統分類 金門馬祖屬於福建省 民眾拜美簽時 國籍財會歸類China 一直以來都有的問題 詢問外交部也只說要再研究 只是金門馬祖人 本來想單純辦個簽證 最後卻還要為了國籍傷腦筋 答覆不可思議 TV新聞總和報導 謝謝 這個影片看過吧 這新聞TVBS的喔 金馬喔 金馬辦美簽不是台澎喔 有沒有人去過金門馬祖當兵的 你們當的是中國兵 當時1895年 滿清政府在割浪的時候 就是割台灣澎湖 金馬辦美簽 AIT歸類是福建 那你們當中國兵還是台灣兵 那你們當中國兵還是台灣兵 都不殺殺 對不對 福建省不是台灣省啊 不是台灣啊 對不對 啊卻跟台灣牽在一起啊 台灣人也不會去思考說 為什麼金門馬祖是福建省連江縣 啊台灣又不是 到底是 我們國家是怎麼了 又別 又中國的省份 有沒有去思考過 各位 有沒有思考過 像你們年輕人有沒有 有沒有思考過 就這樣子他的教育 國籍變缺納 金門馬祖是缺納 國籍變缺納 變中國 講到這裡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 各位對中華民國有比較 更深入的那個了吧 現在部隊啊 也一個一個在裁 有沒有注意到 你像鳳山憲兵隊 現在也關門了 有沒有高雄來的學員 鳳山 鳳山憲兵隊很大對不對 現在已經關了呢 很早就關了呢 鳳山憲兵隊 恐怖 當時那個賓拉登 不是去開飛去炸那個 雙子星 然後後面美國的定義恐怖主義就是 第一個要件就是 不是國家 然後到處徵兵 然後擁有武器 不好意思 中華民國都有 它不是國家 還有部隊 還有飛機 坦克 炸彈什麼都有 所以 你看 所以他部隊 一個一個都拆掉 而且他拆的不是一種 弱的部隊 是強的 你像憲兵 也裁掉了這個 鳳山憲兵隊也裁了 沒有也關門了 西部你去看 現在部隊裡面 他的 人士都很緊 都沒有什麼在放假 要不然都一直在部隊裡面 因為他的兵員不夠了 都已經裁得差不多了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你現在坦克啊 包括飛機那些 戰車啊 這個也拿掉了 那你打仗 國與國之間在打仗的時候 有沒有 沒有這個 怎麼去識別你是哪一個國家的 就殺到黑白爬 有沒有 看到那裡就開錢 有沒有 這是新聞嘛 只有時報 光不下令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你現在 有喔 他可能部分而已啦 但大部分你去看都沒有了 坦克 但是我們在那邊看 有時候看都沒有了 對啊 對啊 有很多人看是沒有的 這個沒有了 對啊 因為我之前開的時候 那是 幾年前 2012年 2012年 對啊 現在20 20 2015 他慢慢的慢慢的 可能 好 海角大隊 這個也踩掉啦 所以他踩的部隊是強的 不是那種弱的 不是那種弱的 現在你們去 當時你們聽到 唐命中有給你們推薦的時候 跟介紹的時候 你們一定會認為 詐騙 有沒有 詐騙 不要 10個有9個應該都是這樣講 一個就是為了台灣才來的 對啊 因為我們也有這個經驗 對啊 一般人會認為 唐命中是詐騙嗎 沒有 因為他們會想 不可能啊 沒有刀沒有槍 怎麼把中國民國趕離台灣 然後我們又 你像 我們出過很多新聞 包括報紙 像這個是自由時報的 好像2013年的 他 介紹我們這個 台灣民政府 這個 他就全部是正面報導 現在 有的是 有時候會有一點負面 但你想 這兩三年 三四年下來 如果我們是詐騙集團 中華民國還會幫你們刷 我們還是要把中華民國趕離台灣的 一個組織 對不對 我們也沒有登記 我們也沒有登記在內政部 中華民國內政部 因為我們 我住潮州 內埔 屏東潮州 我們三月份去申請 那個 插那個 民政府的區域 在省道的時候 那個環保局長就講 咦 你台灣民政府 不登記 他想說 不登記 你們還存在這麼久 他覺得很奇怪 而且 為什麼上面沒有任何的指令 要來 比如說檢調或什麼 來跟你們關心 都沒有 包括我們的 中央或者是 州辦公司 我們六大州 都有總部 還有郡 現在有郡 50個郡 沒有一個檢調來 我們還有 上課 公開在這邊上課 你像今天來講 可能五六百個學院 我們的同心 會 回來上課專訓 我們每個禮拜都會有 將近五六百個人都會回來 有時候六七百 這麼大的一個組織 我們是講的是 台灣的歷史 而且是講中華民國 是流亡政府 他卻沒有一個人來敢 動到我們 幾乎沒有 講真的是沒有 你們去反向思考一下 如果是詐騙 我跟你講 很多人 在檢舉 不要說台灣人 看我們 國民黨那邊 他一定會常常檢舉 為什麼到現在 沒有任何單位敢來 敢來這邊關心都沒有 都沒有 反而越來越多人 他監視去夜裝越多而已 所以都沒有 這個是2013年1月21號的 同一天三立新聞也要來採訪 然後我們同一天 在美國的華盛頓郵報 也有刊登 美國的華盛頓郵報也有刊登 這是工商 這是電子的 中時電子報號 他這邊講的全部是正面 我們當時有一個日本的前防衛廳的長官 防衛廳就類似我們的國防部 愛知河南 他在以前來的時候 日本政府都是派他來跟中華民國的官員見面 然後那一天 他是1月21日的行務 但是他大概兩個月左右 他就來到民政府 來跟我們民政府交流 他想說他那時候才知道中華民國 跟台灣民政府的差別 他這邊有寫 台灣民政府及地方政府的清楚認知 也誓言轉達日本相關台灣寫寶 尖閣群島的決心 尖閣群島就是神卡古 我們台灣講的釣魚台 有沒有 釣魚台 釣魚台是誰的 日本天皇 日本 一樣啦 釣魚台屬台灣 台灣屬於日本天皇的 這樣講比較那個 李德輝最近不是有在發表嗎 那如果我們是詐騙 他一個這麼高的高級的官員 他來到台灣 他來到這邊 他們一定會做過一些 調查 如果你是詐騙 他來這邊等於說跟你背書 對不對 他還敢來嗎 你是詐騙他還敢來 他一定會 因為這種高級官員 他們一定是做過一些過濾 他才會來的 他來跟MU長見面 來到以前的那個 五樓的教室 跟大家見面 我們也有去過那個 達賴喇嘛那邊 但是所有的中華民國的新聞 全部封鎖 全部封鎖 你想 我們所有的活動 他都封鎖的話 代表什麼 你像2012年4月 4月底的時候 我們去AIT跟交流協會 去那邊遞陳情書的時候 在台北 將近一千多人 沒有抗議什麼 就是我們去集結那邊 然後我們要遞陳情書 沒有媒體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我覺得很奇怪 如果台北 我在想 應該有集市在那邊 喊抗議啊 或者怎麼樣 早就上媒體了 而且是在AIT 跟日本交流協會 沒有 全部封鎖 我們所有的新聞 全部封鎖的 他有的話 就是故意報一些負面 讓你們台灣人 去拖慢我們的腳步 他不敢來一個正面報導 一個正面報導 他就馬上翻了 好 這個 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 照樣去年前年的 好 將近五車啊六 我們五台遊覽車六台 有沒有去 你看我們的旗子在這邊 這張裡面看過嗎 還沒看過齁 每一年都有 2011年還是2012年開始 2011年開始 每一年都有 而且是站在天皇的前面這裡 要去日本皇宮 要去日本皇宮 要進去跟天皇駐售 你不管哪一個國家 對不起 進去全部要拿日本旗 一定的 不管誰一樣 誰都一樣 要去跟天皇駐售 一定在這個 拿這個日本旗 我們民政府可以拿著 我們民政府的旗子 這個不是做的 不是那個 不是合成的 這是真的 在前面 這是髮型色圖片 這不是我們自製做的 站在天皇前面 很多同心 他的親戚 或者是朋友 都在日本 他們看到這張照片的時候 他們覺得 不可思議 你們台灣人 又拿著我們民政府的旗子 進到日本皇宮 跟天皇駐售 將近有 每一次去將近最少 120到150左右的人 媒體也不報 媒體也不報這些東西 你們試著去思考一下 為什麼媒體也不報 不敢報 你們來到這邊 其實一下 你們上這個課 你們會覺得很錯亂 但是我們今天告訴你一些 你們要去反向思考一下 我們當時也是這樣子 來上完課回去思考一下 到底誰對誰錯 為什麼媒體也不敢報 很多新聞都封鎖 我們每一年都有去日本 像今年的5月中 我們有去日本開那個說明會 開個幾月酒會說明會 日本那些都有來 將近100多人 我們這邊去大概50幾人 新聞媒體也全部封鎖 所以我們所有的活動它都封鎖 不可能詐騙集團 天皇讓你進來吧 對嗎 詐騙的話 對嗎 詐騙 你像詐騙集團 他也不可能公開在那邊插 台灣民政府旗啊 對嗎 也不可能公開插啊 對不對 也不可能公開在那邊 收訊上課什麼的 不可能啊 一定 你看過詐騙集團是公開的嗎 沒有啊 對啊 日本皇宮 這是當時台灣平民政府 我們當時以前很早是台灣平民政府 後面改台灣民政府 一樣是sever sever就是人民 平民政府 向美國請願回過日本 這當時的秘書長 我現在找這些新聞說 我們如果是詐騙 現在他不可能這樣子一直報 報了好幾年 都無動於衷 中華民國對我們 沒有任何的那個 關心過都沒有 因為有的人他相信新聞 很多年輕人講說 新聞都沒報 啊不可能啊 他要等新聞 所以 台灣人現在是被媒體 在控制你們的思維 包括消息 新聞說什麼 你們就相信什麼 對不對 有沒有承認嗎 很多人講啊 新聞沒有報 如果是真的 他會報啊 對不對 要比如說 現在媒體在控制你們的 你注意看現在媒體是什麼 新聞啊 社會新聞 殺人 車禍 連開車 撞前車他都要報一下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然後那種國際新聞 他是用跑馬的 有沒有 有沒有 什麼 什麼 我前 昨天還看那個新聞很好笑的 什麼 刺青 鯉魚變土塞 在香港 他也報出來 有沒有 所以他現在中華民國 他就報這些 社會事件給你們看而已 你們去 你們現在開始回去觀察 我是 從上完法理課之後 我是沒有在看新聞的 全部都是騙 全部都是在漁民你們 所以我不看了 我們看都看網路新聞 看一些國際新聞 包括政治 你像這些 社會新聞啊 每天都看殺人 開車不會開 撞一下前面又撞一下後面的 就報這些 讓你們去 這樣子喔 是喔 然後什麼的 就這樣子而已 沒有什麼 各位這個F-18的 今年的 台南空軍基地 美軍大封鎖 F-18兩台飛下來 他什麼話也不講 就飛下來 他選台南基地 空軍基地 飛下來 然後這邊住個兩天多 然後運輸機過來 然後就離開了 看得懂嗎 中國一天到晚說 台灣是 中國的 對不對 如果是他的 他的 飛機就可以過來啦 對不對 這問到啊 我可以過來啊 對不對 為什麼都不會過來 一天在那邊叫叫叫說 台灣是中國的 對不對 現在台灣人都一直想 我會給大陸官啊 我會給中國官啊 有沒有 一般現在一般人都這樣認為 然後做事一定要去中國 做什麼一定要去中國 你沒有中國好像會倒 對啊 包括現在呢 我們有時候上來會請遊覽車吧 有一次我跟遊覽車在聊天 那時候我也不知道 他說 他說 現在遊覽巴士都一條龍啊 有沒有聽過一條龍 什麼是一條龍 飯店是贏的 人是贏的 然後 什麼都贏的 都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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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覽車也贏的 包括輸金也贏的 對啊 啊台灣人好像沒有 不知不覺呢 有沒有 連那個司機又講說 你怎麼有什麼 連遊覽車都是他自己的人 那請問一下你台灣人賺什麼 所以 中國過來也是騙你們台灣人啊 聯合國民黨 來騙你們台灣人啊 對不對 現在最可憐就是台灣的年輕人啊 什麼都不知道 連司機都是他們的人 如果以後他開放什麼行業都過來的時候 請問一下你們還有什麼前途嗎 對不對 沒有了啊 沒有前途了 你們知道一條龍是這種情形喔 啊搞什麼歡迎 啊沒有反應啦 對啊 慢慢看啊 很慘啊 你接近社會都很慘啊 對啊 但是他 都是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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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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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很深啊 啊 啊 中毒很深啊 啊 明明是我們對 他們不對 他講我們不對 對啊 那你想 以後如果他什麼行業都過來 真的沒有台灣民政府這條路可以走的話 當然台灣人一定很慘啦 講白點就整個被他拿走了 不用享有好日子過 對啊 這百分之百確定的 對啊 你像這個 欸如果這塊毒地不是美國佔領的話 他的飛機一下來 欸美軍在劃定範圍內 喔各位解釋一下齁 民航機 如果他發生空難的時候 喔 要不然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下節繼續齁 好謝謝